婚姻生活中很多女人习惯了中规中矩的生活 一切按部就班 这样的女人虽然日子过得很安稳和谐 但是似乎少了些什么 就像所谓的淑女虽然美丽贤惠 但是缺少了一份生动的韵味 少了一种风情男人们多半都喜欢 具有风情的女子 她们会让男人们生活的有更多的热情 能在平淡的生活中创造更多的乐趣 给自己和对方带来更多的兴趣 如果你认同 我们不妨来学学几种调情的小技巧 一 神情的凝视 专心倾听 想一想当你含情默默地看着她的眼睛 让她感觉到你的眼中只有一个她 让她感觉你对她额外的深情 她的心里肯定怦然心动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聆听和凝视是不可缺少的 二 打琴骂俏 灰暗的灯光 热烈的红唇 暧昧的眼神 挑逗的肢体语言 耳边失魔 骂一句傻瓜 笑一声 你好坏 相信接下来发生什么 肯定就无私自通了 三 杀娇 杀娇绝对是女人杀手锏 无论你是18岁还是80岁 都不要忘记杀娇是女人的本能 对男人能用杀娇解决的 就不要用说的 无论多大的事 犯多大的错误 杀娇半吃 是洗面男人怒火最好的办法 四 营造浪漫的环境 环境对于性生活的美满程度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所以女人们要学会 制造些浪漫的环境 放一点舒缓的音乐 点燃幽暗而浪漫的烛光 或者干脆在月光下 供与爱河 婚姻中的女人们 要抛弃保守的外衣 学会大胆的调情吧 使你们婚姻生活更甜蜜